嘿哟 老师记 天天无星 大家好 我是雷 今天来看 亚美尼亚人对上罗马人 这场比赛是 CUP的阿拉布比赛 好 那再来看一下 大约出生点 因为十点钟方向的 亚美尼亚人 蓝方 是塞巴斯滌 那亚美尼亚人 这个罗车呢 造价比较便宜 而且没点下这个伐木技术 挖手挖金 都有40%的争议 那亚美尼亚人 他的打法比较偏向弓兵路线 弓兵路线是全满的 但是没有拇指环 所以他的弓兵射速会稍微慢了一些 枪兵的部分蛮有特色的 黑暗时代就可以产出枪兵出来用 那封建时代可以升级重装长枪兵 城堡时代就可以升级大吉兵 所以雅美尼亚人实质上是一个步兵文明 白血剑勇也是雅美尼亚人 那后期的雅美尼亚人 还是要靠复合弓箭手 或是白血剑勇 枪兵 枪努 作为主力 那工程部分可能只能选择巨型通司机 因为他没有工程工程师也没有火炮 那接下来看一下大约出生点位 5点钟方向的绿色 是这个天才少年 他们最近呢打了一些表演赛 那这个表演赛我觉得蛮有趣的 让大家看一下表演赛他们是打的如何 那天才少年选择是罗马人 那罗马人呢 他的特色是村民的采集 以及修理建造都有5%的加成 而且奴炮很便宜 而且还可以获得弹道血的增益效果 那奴炮呢攻击速度也占据点下 还可以提升攻速 整体来说罗马人是一个奴炮的专家文明 那罗马人呢他的步兵跟骑兵并也不差 步兵铠甲每点一下都会增加2倍的效果 攻击时代直接点下1防就代表说他的步兵铠甲就有3点远防 跟3点的2点的近战防御力 所以对方就算点下一级射的攻兵也只能打下2地的伤害 所以前期罗马人的装甲塔也是可以给到十足的压力 好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两边的地图 阿拉伯的话我们还是稍微讲解一下 那这边看起来罗马人地图是非常糟糕的 两块附近都在前面 不过被控制的话会有点惨 可能要早起把这个城堡插在这个位置 TC往外开会比较好 包装这个黄金的话还有果子都是相当不错的 那重点就是来到中后期喔 这边墓区也是蛮尴尬的 这个墓区也是有点远 基本上只有这个墓区可以挖 那接下来看一下亚美尼亚人 塞巴斯丁 这边是黄金在前方 果子也在前方 跟罗马人是完全相反 但还好他有一块金是在后面 那还有一块金在前面 那不管怎么说两边地图都是蛮相似的 但是墓区就比罗马人 这边稍微好一点点 但也没好到哪里去 这个墓区是在正前方 有点尴尬 一定要把这里围好 才会比较稳定的墓区 这个墓区如果也被控 这个墓区也被控 那就完蛋了 只能跑到更远地方去伐木了 两边的地图都是伐木不太顺利的地形 罗马人这边是点下了步兵 军营 没意外的话 罗马人这边也是直接打肉马开局 也是可以给到对方极大的压力 这边点下了封建时代之后 这里抽支部 马上补支部技术 这里想要抓一村 那亚美尼亚是没有抽支部的 直接走弓兵开局 亚美尼亚不走肉马开 反而是走弓兵开 两个人挖金矿 开始产生小工 那亚美尼亚人其实他有一招很强 这边稍微解说一下 就是他在早期的时候 点下一集射之后 再去点下一集挖金 他就可以很简单 少量的车瓶 去产出稳定工兵的数量 那我觉得这是亚美尼亚人的一个特性优势打法 因为他的挖金也会增加40%的这个效果 这个算是最近看到天梯上蛮红的亚美尼亚人的战术打法 因为有挖金加成的文明 其实并不多 就只有马力跟土耳西人 亚美尼亚人 他点下一集挖金 那个速度是真的飞快 那三八四天这样工兵开局的话 就有机会可以看到 亚美尼亚人点下一集挖金之后 再补个四集 三城堡时代也可以靠买卖上去 那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新型的打法 那这边是补杀了枪兵两只 工兵补到第四只 挖伐木的人 那继续17个人伐木 这里维加真的是维得有点 我还七牛八了 但是没有办法 地图就是这么烂 好 左边没有办法维持 但是金矿暂时可以守住 枪兵都放在家里 避免对方直接溜进来 右边有两只工兵跟一只枪兵走出来 准备要来骚扰 但是罗马人这边维加维得很不错 下面再维好就可以把左边给维持了 只要专心守右边这个位置 这里再稍微跟金矿连防一下 这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好 罗马人这边看到对手转弓兵 马上补下了射箭场 八片田补下射箭场 算是稳定肉类 出毛病也可以反击的方法 但是弓兵跟枪兵并不敢直接走进去 因为走进去一定会被罗马可以解决掉 好 这里毛病先骚扰 这边挖木头的村民 牙兵尼亚人没有补双射箭场 但是选择了单射箭场 开始撒农田的策略 农田虽然也来到了8片田 这里来到了第12片田 好 这里看到工兵跟枪兵 终于发现约然在右边的位置 但是这边伐木的村民还是要继续骚扰 如果罗马人要打凶点可以往前插塔或是转弓兵 那这边还是在继续按毛病 可能是不想要让自己的law那么快 就去停掉 这边罗马人必须要产出更多的law 待会上城堡时代可以打长剑兵 或是打骑士策略都是很适合的 好 这边终于拉了工兵过来 但是亚美尼亚人并没有点下一级射 甚至一级挖金也还没有点 这一把应该是不会看到萨巴斯丁有这个打法 好 萨巴斯丁是选择了加里萎缩 等到加里有7只工兵之后 出门带枪兵一起走 加里只靠TG防守 算是一个正面给亚利 结果这个情况是直接往外围 好 罗马人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不好进攻 选择了回家 毛兵也回家了 这里法木区的车人被骚扰了几下 好 亚美尼亚人这边农田也是来到了15片田 准备要列填下城堡塞 好 四只罗马过来 撞到了工兵 先射一发 两发 三发 没射中 OK 罗马人稍微有点小灰 然后再继续往前探一下路 看一下毛兵到底有多少只 哎呀 这边都这么多工兵 这么多的毛兵 还是回家好了 上城之后再说 好 这里十只工兵 现在数量保存得很好 工兵开局 就是主导权 并不是那么的好 一定会稍微有点 被动一点 如果你主动进攻的话 一定要搭配一些枪兵跟洛马 进行掩护 不然很容易被对方大量洛马 直接抓掉 还有毛兵反击回去 好 罗马人已点下了一级射 城堡塞 后面补了一个马厩 要不要来转骑士 那亚美尼亚人的骑士 算是跟 波兰差不多的 一样是没有三级马海 其他都是全满的状态 那清奇兵的部分呢 是稍微比较可惜 也没有大肉马的升级 但是如果以打重装骑士来说的话 跟波兰的重装骑士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 城堡塞在这边升级上去 是 尼亚美尼亚人 应该会先点下二级射 弩兵升级 然后转一些骑士 但现在黄金已经不太够用 现在这个毛兵数量来到了11只 给的压力很大 走了走了 好 这边高打低 射掉一匹马 弩兵升级 二级射没有点 黄金不够 再把Steam是不是忘记要点下一级挖金了呢 提升时代的时候好像没有补下 诶 有补下 原来有补 如果忘记补的话就尴尬了 毕竟还是走弓兵路线 更吃惊 还不是走肉马流 好 这里点下二级射 就可以比较舒服一点 好 二级射赶快点 弩兵升级上去了 转了一个工程器制造所 这边转投石车或弩炮都OK 好 二级射补下 前期两边打的算是非常的保守 好 弓兵开架 本来要点 但是取消 先点个二级伐木 两边都没有一上层就开TC 反正是先走了一个出兵防守流 好 那杨明亚人决定是要转投石车 好 目前这个状况 罗马人TC也很难开 那如果大家要开TC 可能可以开这个位置 或者是把TC开得更下方一点 安全一些的位置 或是往右开 这个位置蛮适合下TC的 很开后面一点会比较好 因为这个投石车要来 不能开这个位置 好 这不算是前期下TC的一个选址好地方 好 杨明亚人点一下了料王技术 挖出来的洞 又赶快赶快补下 算是打得蛮细节的 好 所有的兵聚集在这个位置 再帮兵过来想要试探一下 但这个出门要小心 遇到投石车要小心 这个投石车载法会全拍掉 好 罗马人转出了大约快到十字的骑士 这边想要钻机会 钻到后方给一波压力 那如果萨拉斯丁这时候 家里背部受敌就会很难受 这里要赶快转生旅出来 强化教堂有补 哦 有 都在这个位置 好 投石车来了 罗马人现在压力很大 我有个工程器制造所吧 不然现在投石车暂时无解 只能靠投石车或骑士 但骑士现在已经抽到对方家里做个BD骚扰 好 这一波 正旅一出来开始着想 抓了一唇应该没问题 后面聪明死伤点惨重 萨巴斯丁直接被偷了五唇 投石车往前砸 大毛兵在下方偷偷出出 打了一巴没有预判成功 后面投石车 按一下 中了 完蛋 这里偷一个弓兵铠甲 现在被奴兵也被射爆 好 看这里来投石车 终于拿下了 好 那萨巴斯丁这边最后被抓了十只聪明 还在砍 多线进攻 萨巴斯丁挡不住 直接被砍烂 有人说少年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抓准了他出门的时间 直接绕背 少年这一波赚到了非常多的战果 这些骑士一直在砍 TC最后没有盖好 聪明还放出来 生理没有收进去 萨巴斯丁前面的部队 也被打到头破血流 头死车也被换光 骑士开始往前 头车砸了一发 少年也没有成功砸到 这一次控兵控的很不错 好 零死一血 哇 又被砸到 好 看来萨巴斯丁的手术 还是有点跟不上年轻人的高速手术 这个手术是直快啊 看穿米树被打出来了 二十村啊 散四对五十五 好 但三TC终于已经盖好 现在少年只有双TC 待会再補一个TC防守起来就行 那现在经济来看喔 萨巴斯丁已经非常落后了 落后了大约一千资源 那目前萨巴斯丁的打法 比较需要防守 那左边这个区域打进去 可能也没有办法烧到太多东西 少年这波防守打得很好 好 右边有这个金框 看要不要去右边再开个TC 还是要先挖个石头 先在中间盖跟城堡 滚住中间的局势 好 雅米尼亚人 这边被偷了十五村之多 现在经济一片混乱 看要不要先偷个经济 可以转生旅防守就好 好 左马人拿到了经济优势之后 也没有继续第二波进攻 现在雅米尼亚人不太敢 再继续往前进攻了 所以你家里的防守还是有点空虚啊 好 TC的部分还没有补下吗 好 这时候换少年先主动往前看 好 看到你的病原来都在家里发呆 又被砸到立发 萨巴斯丁 有点血亏 又被砸到了 太难受了 萨巴斯丁 好 萨巴斯丁现在的情况 不是非常舒服 说明处还是差距了十村 第三个TG补在左边这个位置 好 这边暂时有一根宝 有一根宝的话 看要不要直接压在这个位置 但压这个位置压力很大 有工程器制造所 还是把城堡盖这个位置呢 但不管盖哪个位置 工程器制造所都可以反击回去 所以待会少年的城堡选址 会显得很重要 好 拖子车一出来 少年直接躲掉第一发 手术之快 这边高打第一 打了一个插边球 还是半血 好 萨米尼亚人补下了神圣思想 增加一下僧侣的血量 那会要不要转出救出思想 直接着降呢 那压米尼亚人的僧侣是科技全满的 所以这边要打僧侣战 可能问题也不大 多马人这里点下了二级马凯 四只僧侣 对上四只僧侣 压米尼亚人现在有650石头 在右边的位置补下了城堡 不是家里门口补城堡吗 这个位置选址 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好 这里三只骑士 想要冲上去后面打头十车 但是后方有僧侣 再紧追在后 这里有根城堡 塞巴斯丁 把城堡补在右边 罗马人这里城堡有机会补左边 但是这里有工程器制造所 然后能把这个工程器制造所也控制下来 这里跟城堡就可以成行 好 骑士先往前 想要收掉一帅的头十车 好 但是工兵也过来 头十车不敢过去 下面第一打勾 躲一下 完全躲掉 好 但插席子了 这个席子要小心 后面生驴再造响 骑士一出来 高打地 换掉了一台头十车 头十车也被换掉了一台 一换已成功 第二台 生驴 收响 头十车换掉 好 后面这里要赶快 继续用骑士躺住前线 不要让生驴被碰到 生驴赶快招降骑士 好 再招一只骑士 没问题 但是残血了 好 这根城堡 应该是能拿下了 第二台头十车再出来 赶快拍 萨巴斯丁手势有点慢 卡弹射不出来 结果被少年直接换掉 少年又用手势 秀了萨巴斯丁一脸啊 好 萨巴斯丁由于卡弹的关系 损失掉了蛮多的前期经济 聪明劣势 军事劣势 最后还被对手成功盖起了城堡 魂马兰补下了轮轴技术 这边就可以开始往左侧进攻了 有这根城堡卡在这个位置 萨巴斯丁接下来 要把这里打一个洞 才比较好进去了 好 左边骑士数量有够庞大 现在想要打赢 还是得靠大量的僧侣跟枪兵才行 不然就是要转复合弓箭手 但复合弓箭手现在承袭 数量相当不容易 聪明只要被搜寸 被骑士引起 经济就会一团招 完蛋完蛋 聪明一直被砍 萨巴斯丁直接被砍成肉泥了 好 再滴一下 骑士继续收村 完了 收到经济炸裂 骑士还在砍 我防上一人 没有人可以讨 这一波交换之后 罗马人已经无法了 不要命了 是无法了 罗马应该是稳了 而且后期的罗马经济是非常夸张的 已经来到了104村 好 萨巴斯丁这边想要买卖上帝王 但罗马人也是 两边都继续一个上帝王的机会 左边骑士想要来找个机会 再冲第二发 看一下战毛兵能不能收掉 哎呦 结果有一只骑士冲得出来 后方僧侣 在太后方 但是没有办法 趕快拉僧侣过来 完蛋 投石车要小心 好 萨巴斯丁这边是补下的地方时代 第二时代还差了一分钟 成功收掉其头十车 好 复合弓箭手想要过来骚扰 但是手真的是有够短 好 那这里补下了二级的弓兵铠甲 遇到 萨巴斯丁的复合弓箭手 暂时无解 人家是可以直接穿甲的 穿甲弓箭手 非常厉害啊 罗马人这边点下了军旗兵 好 这里补下了一级农田 异用时代还有一分半左右 左边补了这根城堡 罗马人继续从左侧进攻 那生死呆之后 罗马人就会开始铲出巨型投石 先铲出一台 但鸭敏亚人有两根城堡 所以不好说 惨人目前来说是鸭敏亚人有优势 但这个城堡感觉也能及时盖好 可能稍微delay个十几秒左右吧 好 阵毛兵这边抗招向还不错 还没有被招枪掉 回头又杀了一只奴兵 好 右侧复合弓箭手 又被阵毛兵给拦截 这六只阵毛很麻烦 好 躲咚躲咚躲咚 塞巴斯丁想要秀 但是没有秀到 秀了个寂寞 好 这边高打滴 又打掉了几只复合弓箭手 复合弓箭手真的太害怕了 战毛病的伤害 有抖痘跟没抖痘一样 塞巴斯丁好像真的是在表演 真表演赛武啊 好 复合弓箭手再继续射光 减棒战毛的问题稍微解掉 但是用黄金兵去换战毛 怎么想都是不赚的 反正是有点亏 左侧看到野矿 好 去挖一下 夥马人 现在有三栋城堡的石头亮 现在这根城堡也产出了巨型特殊 开十字工程 亚美利亚人工程应该是会先钻住 先拿下这根城堡 上帝龙时代的亚美利亚人 这边要考虑要不要去转生旅 印刷技需要赶快点 修造院部分要再多残一些 好 補下了首推车 翻起马凯 好 战毛兵看到 抓斯汀现在遇到少年这班猛攻 有点难受 很保 夾住 没有人修 後方战毛直接冲进去 pc爆裂 战毛抓僧侣不亏 但是战毛斯汀想要躲一些战毛伤害 終於躲到了城堡基里 好 三台巨型投司机 顺利拿下 这根城堡 这里踢巨头修理一下 好 后面补了一个大学 剩侣放出来继续招降 诶 只不修造院没有补 剩侣的产量并不是很稳定 这一坨战毛派骑士进来 副攻击手 赶快回救 终于补下弹道学 没有弹道学 这个准度 可怜啦 剩不到 好 后方的聪明完蛋了 又被骑士抓了个正早 罗马人132村 对上92 聪明差距40村 好 支援量已经夸到领先1万支援了 罗马人的后期经济也非常的可怕 罗马人这边点下了二极农田 三公里补下 本清骑兵流 这个城堡赶快的盖 可能让一堆村民躲起来 好 收村 不收村吗 盖文城堡不收 疑似还在砍 扇毛兵 在打架 舒巴斯林有点炸裂 看来是没了 好 但左边还有四根巨型投射机 还在插罗马城堡 但是罗马人也是不甘示弱 四根城堡 还是想要强拆 四根巨头 有 海维尼亚人点下了化学 后面有三只僧驴 继续逼特里青骑兵 独马人转青骑兵 打僧驴效果很好 好 巨型投射 要小心 中了吗 再一发 这一波巨头很关键 没打到 但是萨巴斯丁 打出了GG 我们恭喜天才少年 拿下比赛的胜利 哇 少年 这里打得非常漂亮 感觉这把少年会影 真的是抓了一个时间差 然后也知道 萨巴斯丁家里没兵 用骑士直接闹我一波 村民差距打出来 这个血球就越滚越大了 后面这个骑士也是 到最后面还在砍 地上到处都是村民的衣服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是由 罗马人拿下资源上升力 赢了1万资源 黄金少输一点点 食物赢了大概7000多 非常的多 虽然亚美尼亚人有4圣物 但是后期经济真的是不太行 而且最后又被多抓了好几次的村民 造成经济没有办法逆转回去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 也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按下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